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 然后还给我做饭 又给我媳妇 还承诺说 会给我做一辈子的饭 然后现在我什么事都会做了 她现在呢 对我的态度就是 180度的转变 然后我现在来就觉得 要不要跟她在一起 你要考虑这么大的 一个人生问题 对 因为最起码你的态度要有吧 她的态度就对我 特别的冷淡 冷漠的那种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还想不想过呀 多来小了 毕竟还有两个宝窝的嘛 现在挣钱挣得比她多啊 比她多一点 多多少 三四千嘛 三四千就可以做大爷了 我想男人嘛 你是不是 人家老婆在家里剁饭媳妇 人家也没说啥呀 就你热热天里落落落的 不是 你怎么知道 人家老婆没说什么呢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特想知道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温泉 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没多少钱呀 没多少钱呀 我也是人家老婆 我在家里就不做饭洗衣服啊 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工作啊 你是不是也挣钱呀 我也挣钱呀 你看她也挣钱呀 为啥她就得给你做饭洗衣服啊 凭啥呀 我又不是你姑的保姆 啥叫唠唠叨叨呀 那人家老婆当年 一只玫瑰花就嫁给人家了 人家老婆自己独自一个人 抚养两个孩子啊 不要跟人家比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情况 你太太要照顾两个孩子 当她在思念自己的先生 独自承担这一切的时候 你有心疼过她吗 所以其实她是不容易的 我自己一个人带一个宝宝 我都觉得非常的累了 很艰难 更何况她带两个 我写下了几个词 在她的身上总结你们这六年的生活 首先你们出去打工 艰苦 然后独自地抚养宝宝 承担 你做生意失败的时候 她没有对你进行指责 而且亏的那些钱里面 也有她曾经一起出去打工 赚回来的钱 对吧 宽容 你再一次选择重新出发的时候 在上海她在你的身边 陪伴 这些词语用在一个 柔弱的女性身上 我挑不出任何的问题 她没有要求你大富大贵 她只是要求你 给她多一点的呵护 疼爱 甚至是就是像从前一样 给我一些温存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们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 未来的生活是向好的 无论是你们选择继续在大城市为了梦想打拼 第二 改变你现在的状态 她的实施的 好好地对待那个曾经 为你为家庭如此付出的媳妇 祝你们白头偕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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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